大家是不是用眼线胶笔在手上画出来就很顺滑 但是一上眼呢它就画不出来了 我的眼睛就是那样 今天是胶笔眼妆教程 一种这样棕色的温柔一点 另一种是显得眼睛更有绳更显白一点 所以我就在眼周给你们试一下 我们胶笔它可能刚开始好用 你放久它可能会干一点 所以不好上色 我是一月份买的 它还是很上色 这种扁头的按照它这个扁的方向来画 就不那么容易断了 更适合新手 第一种先在我们眼睛中间的下方点一点 然后把它晕开 用红色来加深我们眼头和眼瞼的位置 大美女狙姐也经常这样画 刷子稍微暈染一下 用棕色围绕我们眼瞼的弧度 描一个眼瞼下质 然后用刀锋刷给晕开 在颜色浅的地方给补一下 然后再给晕开 再叠加一点红色 先这样倒着连接到我们的眼尾 然后凭着拉到我们上眼皮的末端 填补空隙 然后用我们的拇指勾一下就画好了 第二种咱们就用棕色来画眼头 然后卧蚕这里不变 用黑色的胶笔这样平拉出去一条线 方向是于眼角水平的 只要是加深咱们眼线的下端 然后把内眼线给补上 不要画到眼瞼上咯 从平行眼线的起点 然后往里画眼瞼下质 这边的眼瞼下质会明显一点 所以要多多的预染一下 可以再加点亮片和黑色的眼头 然后就画篮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